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蝴蝶第一部分 有两个关键词 还没汉才没 彼此原是一种因果关系 因 如开始 没有种下 就没有后来的果 如终止 世世每每渐行渐远 甚至走向衰败 正如佛家所言的称 住 坏 空 是一蝴蝶 逆反曹之 七步成诗的典故 差半步就差半步罢了 不圆满也是另一种圆满 于是 接下来的两组情境对举 赫然辨识 经验考验 哄骗 逆闪电想念看验 不论是哄骗还是看验 都是衰败的征兆 如果从来不曾拥有 反而可以保有一切美好 如初次遇见 即如清出那蓝信德的名剧 人生若只如初见 可是秋风被化善 是一蝴蝶 顺理成章 推到更大胆的结论 沦为伴侣未必相思相守 反倒随缘来去大自在 诗意蝴蝶第二部分的关键词 是随便和随时 只要不执着世俗价值观 如相恋 长心愿 一起 舍弃和忘却反而是另一种的者 我们一不妨效法记忆很短的蝴蝶 恰恰因为不执着 才得到最大的自由 可是灵溪笔下 诗意蝴蝶的形象 同时兼具自由飞去和生命脆弱的特质 也合乎中国传统词牌中 蝶恋花 唐教坊取名 出自良简文帝肖刚诗句 翻阶夹蝶恋花琴的诗画想象 接下来 请大家细心欣赏 诗意蝴蝶钢琴简朴弹奏奏版 欢迎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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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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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